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 要删减军队的福利跟预算 都势必引起一定程度的反弹 最近法国参谋总长德维利耶 就是为了国防预算被大砍 8.5亿欧元 跟新总统马克宏正面杠上 两人不合到马克宏甚至公开放话 要德维利耶搞清楚谁才是老板 德维利耶则是反抢 不会盲目的服从 而且还主动辞职 请看我的报道 法国国庆当天 总统马克宏和参谋总长德维利耶 一同搭上指挥车 前往国庆阅兵典礼 但其实这两人 已经为了国防预算删减问题 貌合审理 上周马克宏宣布 为了稳定财政 要大砍国防预算8.5亿欧元 惹恼了一只高喊 要积极建军的德维利耶 他跑去国会 对马克宏公然放话 呛名不允许被这样恶搞 他说我不会让自己 这样子混乱 法军目前在西非和中东 都参加反恐任务 国内也仍维持反恐紧急状态 预算被砍 无疑让人力物力更吃紧 但是新冠上任 三把火的马克宏 也毫不客气 在国庭前夕前往国防部视察 亦有所指的 要德维利耶搞清楚 谁才是老板 在这之后 德维利耶在脸书上回呛 不会盲目服从 马克宏则在上周日报纸上回批 要德维利耶之所进退 最后这起风波就在德维利耶 19号自行请辞下落幕 马克宏也火速批准 并任命新人选接替 但为了安抚军方情绪 他强调就算2017年度预算删减 未来一直到2025年 法国人会让国防支出 从目前的GDP占比1.7% 调高到2% 邵宇这个事情 其实在这两天的媒体里面 也谈了很多 你觉得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 是马克宏现在因为仗着他当选 来强压这个军方呢 还是说是这个军方老将 他要修理这个年轻的总统 你觉得怎么看 我觉得有一点那种 有一点那种味道是 年轻的总统想要这个 来立威的感觉 可是有一个问题是说 马克宏在选举的时候 他的政见之一就是 他当选总统以后 国防预算是会增加的 而且连续8年都会增加 没想到第一年的预算 就被删了8.5亿欧元 我觉得很多军方人会觉得 好像被你骗了 如果是第二年第三年 再因为什么什么理由说 不得已啊 我们这个第一年就食言 这是一个 我觉得大家会共同有的情绪 第二个是 就像这个法国的前任参谋总统讲的 这件事情马克宏其实在处理上处理的不好 因为这个德威利也是在一个闭门的会议上 抱怨 那么当然他也 他大概事情也没想到说 这个会被传出来 那么可是马克宏反击是在两次的公开的场合 而且当着他的部下 对 那么就军队的文化来说 你当着你的部署的面 去批评你这个部署的主管 这就是不给你面子 完全破坏了军队的领导统预与指挥的伦理 那会让这个主管 就是在这个例子就得了利益 根本没有办法做下去 就算今天马克宏没有说你要把你就辞职 我想他自己也会辞职 因为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带人或带兵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两个原因 那至于马克宏为什么会这样子在公开场合 侮辱他这个军队的最高的这个指挥官 也许他不了解军队的文化 也许他是故意刻意地要树立 他这个年轻总统的这个讲话的权威的形象 都有可能 南轩这个事情 开始有人把焦点放在马克宏本身 尤其这不是第一件事情 之前他在这个 在那个凡尔赛宫前面召集所有的国会议员训话 是训话 等于是说你们要自公你们要削减这个国会议员的名额 要整个精简整个我们的程序 否则的话我就会发动公投来把你们整个都把它弄掉 这个事情再加上这一次跟军方的首长发生的冲突 有人讲说其实马克宏的整个施政的他的风格是有一些问题 你怎么看 对我觉得感觉上就是 我觉得全世界的领袖 在前段时间应该都很羡慕马克宏 因为长得又帅 然后这个赢得的选票这么的多 然后还不只是首战这个胜利 还在国会选举当中 跟着一个从来名不见金传 仓促成立的一个前进共和党 突然之间拥有了国会的这么多的一个席次 所以让他的一个权力达到某种程度的巅峰 甚至连这个德国的梅克尔都被形容成相对来说 有可能过度的保守 在位置上面很久了 然后看起来有点点死气沉沉的 反过来看这个法国现在充满了活力 充满了朝气 但是其实这个时间其实我认为蛮快的 我的意思说他热得快 他冷得其实叶比翔中来得快 因为大概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当中 就已经很快速的 刚才这个从伦讲到的几个事件里面 让法国的舆论 包括整个欧洲的舆论 很快速的开始去讨论出 马克尔会不会是一个年轻的独裁总统 我觉得这个其实批评算是蛮尖锐的 那因为他的形式作风也很尖锐 我必须这样讲 因为他的形式作风很尖锐 某个程度来讲 你可以说他不留情面 但是对他来说他可能是要急于去表现 那所以他很多动作看起来 事实上是莽撞的 所以很多人形容 他是一个年轻的莽撞的总统 像你刚刚讲到说 他那个对国会 对啊 突然之间他就以前 法国也没有出这样上下一位召集起来 然后总统去发表一个类似 美国的总统的国情咨文一样 哇 就这样侃侃而谈 什么变滔滔 然后呢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非常地自负的 然后呢 自己为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更不用说你刚讲 他语代威胁去对那些国会议员 那所以呢 他或许会心里面 我认为他是确实想要立威了 一个三十九岁的 没有进到公职生涯中 真正去handle过这样的国家机器的人 你要让大家去相信他 服从他的领导 我觉得当然是有他的困难度 但是你的方法是不是有 有点太过急躁 所以呢 我认为在这一次的 这个事件上面来说的话 显然也是犯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过度的很想要去建立起他自己的威望 但是我发现他也不是一个纯然莽撞而已 你看他在这个国防部长辞职之后 他马上的任命了另外一个 其实是很有服众望的一个将军 成为这个新的国防部长 那个人 参谋中长 对对对 我觉得也还参谋中长也还蛮烈的 代表他是有准备的 就是说他看起来要做很多的冲刺或者冲撞 但他似乎手上是有一些东西是有备而来 这个有备是不是真的可以让所有的事情过程非常的平顺 不知道目前看起来应该没有 还不够 但是他事实上是有准备的 那这个被他任命的这个参谋中长 至少目前法国的舆论看起来 第一个军中 因为他这个造成参谋中长去值很大的原因是说 除了他被删 你虚拟过程当中允诺 事实上你是要增加的 现在反而被删之外 他们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前线进行反恐 然后你后面删我的预算 但他现在任命的这个 正是在前线指挥反恐的将军 所以连他都回过头来背书马克宏 这个塞拉耶夫的刺刀英雄 愿意去背书马克宏 其实某个程度来说 他这招旗下的也算是蛮快 蛮狠的 那只是说好 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 是不是就此结束 还是他其实只是很多 马克宏被认为独裁的 过度自负的 很多的例子当中的一个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马克宏来说 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他会不会学到什么 从这个学到什么教训 未来最大的麻烦还是劳工改革 其实整个法国来讲 现在马克宏这边已经透露说 他可能不会真的送法案进去 然后逐条审查 因为这个他怕国会里面反对 会很强烈而且拖很久 他现在的方式据说是要由总理提这个案子 你要不然就全部通过 要不然就把我不信任投票 把总理给否决掉 这个这样的方式 就是要玉石俱焚 对我觉得这个方式 其实是一个蛮绝的一个方式 前的时候梅兰雄就是共产党的 他也是主义 他就说我们不能够让将来马克宏在国会里面变成独裁 我们一定要有人进去 上次在凡尔赛宫他们也没有去 他们就准备要做监督的事情 可是你看他处理这件事情 他要删掉国防部8.5亿欧元预算 他没有事先去跟他讲 没有事先沟通 他就直接公开了 然后德威利是在报纸上 透过媒体才知道这件事情 这叫他情何以堪 第二个是就跟你刚才讲的事情有关系 他为什么要去删国安部预算 因为他要减税 这是他选举的承诺之一 那减税另外一个方面 减税政府财政收入不够 他就要想办法去省钱 他五年要省下600亿欧元 所以这钱从哪里来 国防部是一个省钱的大饼 可是你那个马克宏很喜欢这种军事的排场 他前一时候刚刚上任的时候 也到非洲去巡视这个反恐 那你怎么能够又要这样子 又要伤我们预算 他这个8.5亿基本上是购买装备值数 而不是人事或其他那些支出 你可能只能这样想 可是你看马克宏 我觉得他这个人的个性 我觉得慢慢形成出来 他其实蛮狠的 然后翻脸跟翻书一样 像他先前不是在批评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时候 他把川普骂成这个样子 一转眼之间 非常柔软的邀请川普 你说这样梅克尔 大家知道他可能相对来说 过度保守很稳健 他至少始终如一 他的信念是始终如一的 他认为这件事情是这个样子 川普不应该去违逆一个 全球的暖化当中 必须负起这个责任 他就这样觉得 他不会在这个上面妥协 他不会因此对川普 这个现象惨媚的笑脸 但是很多人就认为说 马克宏他这个人 就是能屈能伸 而且川普也很赏脸 川普才刚刚参加欧洲的G20高峰 回到美国三天以后 再回到法国 我觉得那是因为他要 有一个目的是因为 他国内政治压力 他要转移他的政治压力 所以他去 不过他为什么没有去英国呢 英国原来是 因为英国国内抗议的声音 才太大了 对对对对对 可能要嗆瞎如影随心 他干脆就不要去了 我觉得马克宏要祈祷的是说 在非洲那些法语系国家 比如说马力或是查德 不要再发生了 不要出事 伤害到法国的部队或士兵战 你现在美国已经承诺说 在军事上面要支援在非洲的反恐 是啊是啊 可是那是一回事 我说万一法国军人 在非洲那些国家 真是遭遇到不测的话 马上的政治压力会很大 好我们第三段我们来谈 英国BBC刚刚公布了 他前面高薪的主持人的名单 这个事情本来也就还好 但是里面发现 最高筹的一些人里面 男主持人竟然有三分之二 女主持人只有三分之一 两边差的很多 这个引起了很多的人讨论 尤其是在男女同工不同筹的问题上面 我们待会来继续谈